大家好,我們今天的嘉賓是余韻美女士 是以前公民黨的主席和前大律師公會的主席 其實在上一次我看到你真人的時候 應該是一年前左右那時候還是一個港台節目 你是主持了,我們有一個大約半個小時左右 現在港台已經是另一回事,香港也是另一回事,很唏噓 但是想請教不同朋友的意見 現在你覺得面對反送中兩周年香港有國安法 你怎麼看香港的前景,以及你會有什麼提示給香港的下一代 怎樣面對這個局面 我想香港其實現在面對不單只是因為反西流年代運動 之後的一些禁止 但是也是因為有疫情的關係,很多時候不可以有大力的集會 所以兩樣東西加起來,我想如果你是英文說的話 就是在香港經歷這兩樣重大的概念 那你說將來那條路怎麼走 我想到我今時今日我覺得就很難由我來講 因為始終香港很屬於…我一直都是這樣想 不是今時今日才是這樣想 我覺得它是屬於年輕當宅的那些朋友 所以很難說今時今日我再去面試 說它怎麼走下去 我覺得每個日子都是做回自己一份 我們說回當時你在香港政壇最活躍的年代 我印象最深是有一次政改你和曾任權的辯論 就是全香港直播 很多朋友只因此而關心政治 因為很少有這種直播辯論 那時候香港很多主流的意見 就覺得這條路走下去都是有前景的距離力爭 參加議會,還有那時候政府好像可以溝通一下 你怎樣評價當時你做過的事情 就是覺得那個成效怎樣 最深的成果是怎樣 你說回那次的辯論 當然那次是很多人看 看完之後也很多人有反應 但事實上因為跟著很快就 立法會就有一個新的改變 因為民主黨和民主黨和民主黨 當時的政府就有一個協議 所以政改已經通過了 就是那時候 所以我相信那個辯論 新受引起的疑問就不大 因為那個政改通過 那個進行政會大了 就是一個簡單的辯論 當然其實兩者是有些互惠的關係 但是始終那個政改通過是那個進行更大 所以我不覺得那個辯論 本身是對政黨政治或者政黨的發展 有太大的效益 那時候公民黨的定位 都是就這個專業路線 亦都希望在議會中 好像西方的政治一樣 我多拿幾個位置 然後就可以將一些東西推進去 這種議會路線 你覺得在現在我們看到的未來 還有沒有空間 其實很難說 因為歷史的事情 很多人就說會重點 所以你不知道今時今日的情況 將來會改變 會怎麼樣 但是現在目前的形勢 當然是議會是沒有一條 真的跟政府不同的一條路線 因為現在暫時說 你政府和很多時候法庭 還有現在今次加上疫情 很多事情都是令到大家 如果你要爭取民主 議會這條路線上 現在是很難走的 但是你說將來會怎麼樣 那我想 真的很難說 我們看到這一刻 議會是一件事 法治是另一件事 以前我們想著 譬如說議會有些事情做到 有些事情做不到 但是最後那一關 就是法庭那裡 大家還有一個基本的信任 當然港版國安法之後 也是另一個玩法 你覺得對法治最大的衝擊在哪裡 或者還有什麼地方 我們還應該保持樂觀 在法治的層面 當然法治來說 不僅是說法官的 法治要說律政司 和法律界 也要說市民 因為市民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你說市民對於法律 是完全沒有信任的 當然你法官怎麼好都沒有用 當然上説法官 也不信任 也是一個很關鍵的情況 但是我覺得 對我來說最大的衝擊就是 就是你這麼多年執業做大律師 你會覺得有很多原則 你以往覺得是 就是利所當然接受了 但是今時今日原來 就是講一下就變了 就是例如很簡單 譬如我們以往一直都說 三權分立的 那現在你會發現 政府出來說兩句說 沒有的這件事 不可以沒有三權分立這回事 法官也是要去外國 也是這個憲制的部分 所以也是要有這個愛國的要求 那你突然間就會發現 以前的法官判案都會說三權分立 現在就沒有人再說三權分立 因為政府說這件事是不存在的 另外就是 以前也有說 現在也有說的 就是說無罪推定 但是現在你會發現 越來越多人 完全都沒有定罪 就在坐牢 而且坐牢是沒有刑期的 因為你也不知道 什麼時候才可以審訊 你說審訊定罪 那你坐多少個月 那你也是多少個月 是不是 那你也有個可以數一下日子 現在是不能數日子的 因為 沒有啊 恐慌還沒有準備好 不知道什麼時候 不知道要等多久 那 原來 是很兒戲的 甚至 我都聽說過 就是說 你在香港坐牢都算不錯了 因為如果不是分分鐘 你違反了國安法 你要上去上面坐牢 那更危險 所以寧願 不能保釋 因為這樣可以在香港坐 如果你保釋了出來 用什麼國安法 你要有公署介入 來處理你 因為香港法庭 不會處理或者沒有處理 所以 不如要這個工署來處理一下你 所以你覺得 現在 在香港可以坐牢 也是很幸運的 所以你不會覺得 以往 你以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原來現在不是的 這套新的制度 無論我們喜不喜歡 都出現了 你覺得 大家會慢慢完全接受 這套 還是可以有少少撥亂反正的可能性 我覺得以前香港人很流行說 我不知道你還記得 溫水珠娃珠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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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不是香港的問題 是世界性的 很多這一類的判案 講得很清楚 由歐洲人的法庭 說和平示威是不可以坐牢的 是不可以剝住人的自由 很多這類的問題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和平示威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起跳是18個月 更慘過打架或者傷人 當然不是很嚴重的那種傷人 這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的 也是起跳是18個月 你會覺得 今時今日 當一件是這樣 兩件是這樣 三件是這樣 就有可能 有人會習慣 因為剛才你說的案例 根據條文 他真的可以 尾到最高的刑期 法律是這樣寫 我只是依法去判 問題是我們怎樣理解這種所謂依法的邏輯 剛才你說以前那些慣例 都是根據以前的案例 他說這是一個新的情況 應該可以怎樣回應 其實我不知道你能否記得 很多年前 陳泳泰當時做大學書公會主席的時候 他也有說過 其實我很害怕別人說是依法治港 他們聽見人打爛陣 他們說麻煩你們不要說依法治港 因為依法治港和法治很大的分別 那時候我們聽到已經覺得 會心微笑 我們是很明白這一兩者的分別 但是很多人都不太明白 當時就算我們特區政府 很多時候都是用依法治港這四個字 那現場 你說回以前那些什麼法家 年代 可以陳之旺年代 都是說有法律可以執行 那你就由依法治國 可以這樣做 但是法治其實這個概念 包括很多其他的東西 甚至比如說公民抗命 都可以是法治的一部分 但是現在那些法庭告訴你 不是啊 你沒有跟我說什麼公民抗命 這個是歪風來的 所以你會多一些這些說法 聽得多 你就會很容易覺得 是啊 法律是這麼說的 那麼你犯法 以前香港人都覺得 其實犯法是很大的 那就是 很多人都會覺得 就是 好人好者是不會犯法 是不會坐牢 但是今天你會看到 很多你熟悉的人都會坐牢 那麼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為什麼可以變得這麼快?究竟是人的問題?制度的問題?還是環境的問題? 我相信環境會是最大的問題 不過我覺得法官也是有不同的 法官跟香港人一樣,他也是有不同的傾向 政治宗教每個人都有一些傾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法官是一樣的 當然社會的環境也會令法官有不同的看法 譬如說社會氣氛覺得大型運動很容易生動 當然法官也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下可能是要同一點 還有政府的態度,政府經常都說要變遷 那些判斷就會不整體重 所以你排席那些重手的法官也會更多 如果是這樣走下去的話,當然我們沒有水晶球 但如何前瞻我們以後香港對法律的信任? 當大家會覺得就是這樣判的了? 以後就是嚴刑進發,我們不要走出來 原來真的出來就十八個月起跳 還是你覺得完結了疫情,大家慢慢不會溫水煮蛙 你會怎樣看未來的趨勢? 我覺得如果疫情真的會有轉機 因為現在真的很難說,你看到在台灣也知道 本來情況是非常平靜的,突然間一波來 又有影響 現在我們都是,我想全世界都是一樣的 就是你很難覺得,有看到盡頭看到疫情 就是說會受到控制,突然間整天都說有些新的變種 所以變成這個疫情也會令到大家 在出來做社交或者其他的一些搞活動、搞講座 都是非常困難,所以暫時看不到在這一方面的疫情 我想請教一個結構性的問題,說到法治 最後還是要看外交的問題 現在最後一個防守的底線,就是中審庭的外籍法官 而有時候聽他們說,都是一些很法律的語言 也要不斷去詮釋 但是無論他的語言是怎樣 北京是有些人不再續任,有些人離開了 你會覺得這一關還可以支撐多久? 我想最早是澳洲中審法院的法官辭職了 最近就是英國那個人沒有再繼續 他所說的解釋 其實英國人也知道他們說話的,用很多的字 你要讀字去研究 你才看到他們中間說的一些很行促 政府就解讀說這個英國的大法官不來,因為沒有飛機 但實際上你看到他的通知 其實我也看不到最近的將來這段時間 我們坐上一架飛機來 其實不是說現在沒有飛機 因為其實譬如我最近也有做一些中審法院的一些案件 那些外籍的法官是怎樣的呢? 他們是好像我現在跟你一樣 其實可以用這個方法的 但是他們都在這個地點之下不願意繼續投入 這個其實是等於對香港的法官投入一個不信任 這個你覺得是會慢慢成為其他外籍法官都有共同的立場 甚至是否英國政府也會有一個訊號 你們這樣會在香港,那邊已經不同了 還是你覺得其實都是個別人士的反應? 我覺得是個別人士,他有自己個人的遞事 他自己怎樣都想,他自己的權力很難知道 這個是原因,其二就是那個制度可能會繼續過 因為他A軍不定,可能有什麼時候 你去到Z軍也可以 那他的質素和他的聲望和他的能力當然有很多 但是你在國內也可能有很多民主的人士 或者民主和黨派 所以如果你說我們香港總統的人 要繼續有外籍的法官 那我想也會有的 那反過來這樣說 如果是否保持有外籍法官 還繼續表演這個角色 都好像在捍衛香港的法治 但是新在香港生活的人 好像剛才這樣說都明白到已經不同了 那其實他們的存在是一件好事還是不好事? 我覺得都有分很多種的 因為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一定是有很濃厚的認識 有很多商業的案件 可能他在說法律的話 一定是有很濃厚的認識 香港其實都有很多法律的人 所以我也知道 有些法律師可能去家裡 或者他自己都準備分 當然 香港始終來講 都會有很多人願意留下的 可能是有很多人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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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得到 但是香港經常在香港 我經常對於這件事 我都覺得是很有保留的 因為當然你從個別的案件來說 我說過是對的 就是你有些順利商業的 你會在那些問題上 你會看到法官依然是以一些法律的實施 但是我覺得你看一下 國內很多那些投資的 或者一些大的公司 或者一些有錢的人 他有很多的租金 甚至你香港 你會看到香港 有些很有錢的人 但是如果他針對政策 他可能都會被針對的 可能他 尤其現在很多國安法的事情 可以凝結你的資產 或者拿到你的股票 那是不是你會覺得 如果我只是商業 我就永遠都不會有一些政治風險 那你視乎你的人 如果你就算你跟他商業來說 你可能始終你在政治上 你都會有一些取派 那你都可能會被針對他 這次可能針對最不聽話那一批 那最不聽話那一批走了 或者關了 或者他的財產凍結到下面那一批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是不是只是你做商業 你就會一定安全 我也覺得不一定 你覺得外國看來 香港現在這個做法 會不會他們都會賦予 好像對新加坡這樣的信任 我覺得很多外國人 即他來香港投資 他一定是做過自己的衡量 他一定去看過香港的情況 比較新加坡、台灣、日本、泰國、韓國 他會做他自己的商業上的決定 是不是 我想政治只是其中的一個考慮 香港也有吸引人的地方 如果整個國安法的效果 就是令到香港某些東西很收緊 但是經濟上一般的外國公司 還會願意來 那如果這個目標可以達成的話 那是不是也代表他的計劃 是相對成功呢 我想他現在是朝著這條路去走 但是會不會好像你講 相對成功 我想每個人最成功的看法 都有不同的看法 至少你來講 你現在不是在香港 那你當然是 你不買他這條路線 你才會來香港 但是 香港依然有很多人 這些人 我覺得暫時在香港 可能會比其他地方更好 那他有很多因素 我也認識很多年青朋友 他們是完全不買這條路線 但都遠處留下來的 就是有種種原因 我想是兩件事 對 也有些好巴的路線 也會離開 很多藍絲可以移民 我想每個個案都是個案 但是我想剛才我們講的大方 似乎都是北京的目標 我們先談到這裏 其實見到你很開心 因為見到親戚的面孔 都想到你香港黃金的歲月 希望那個日子都可以回來 謝謝 大家保重 大家保重 謝謝 謝謝 我去看 和大家 行